美外交官遭习蔓延惊呼习近平的政敌下手了,美国官员说自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的政府雇员报告,遭受一场声音袭击至身体不适后,美国国务院已从中国撤离至少11名美国人范围,从广州延伸至北京上海另外,中国的病例和古巴病例在医疗状况上一致,但是目前尚未调查出原因,有媒体披露。 古巴的案例中有调查人员表示,不排除是古巴情治系统的一个派系作案,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表示中国的案例也有可能涉及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可能是反对习近平的另一派干的。 从中国至少撤走11名美国外交人员纽约时报6月30日报道,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至少有8名与广州领事馆有联系的美国人现已撤离中国。 该官员说在今年4月首次报告广州领事馆员工遭遇声波袭击之病后,一名来自上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和两名来自北京大使馆的员工,在做完身体检查后被送往美国进行进一步体检。 目前尚不清楚上海和北京的案例,是否与官员所说的广州公益大楼里微妙而模糊,但很有压力的异常声音。 有关该公益大楼,是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员工的住处,在广州首次发现,以及可能波及到上海和北京的病例,类似于2016年秋季开始在古巴哈瓦那大使馆工作的美国人报告的疾病。 另一名在古巴的美国人,上周报告类似症状,使得在古巴受到被称为声波袭击的人数达到25人蓬佩奥。 周三6月27日表示一名在中国的美国政府雇员健康问题,在医学上于过去两年中25名美国驻古巴外交官的健康问题, 一致蓬佩奥告诉参议员,他不知道对古巴外交官和古巴其他人员进行的声波袭击,是否与美国驻中国领事馆雇员所经历的健康事件完全相同,不论是古巴还是中国。 神秘声波袭击的背后原因尚未知,有人猜测是复杂的电子窃听或听鞋骚扰导致也有一些人指责是俄罗斯或中共发起声波袭击。 其他专家则提出了环境因素甚至是精神因素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在古巴已经达到了20多个病例,我们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的起因。 蓬佩奥说,我们将继续在这两个地方进行调查。 蓬佩奥还表示,在中国和古巴的调查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古巴,中国的案例与两国内部派系之争有关世界日报,2017年9月19日曾报道表示,美国外交官在古巴出现的状况,若说是古巴政府阴谋作案。 动机很难说的通讯年11月,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开始通报症状,当时古巴正忙着在时任美国总统欧巴马卸任前,跟美国合作改善古巴的基础设施。 古巴政府若在这时破坏刚回温的双边关系时,在废解图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调查人员,不排除是古巴情治系统的一个派系作案。 古巴政府一部分人对总统劳尔·卡斯楚与美国和好很不谅解,这向来不是秘密,不过不经中央授权筛字办案。 而且,案情相当于侵略外国,无异于藐视中央在共产专制国家风险很大。 也有人猜测或许是俄国、伊朗、北韩、中国、委内瑞拉等第三国作案。 问题是找不到证据,最后说不定,根本没有人想刻意伤害。 美国外交官只是古巴、俄国或某个国家的监听设备有瑕疵,但若果真如此在美国去年11月发现问题后,这种情况就不会持续到今年了美国媒体人。 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义方表示,中国的案例也有可能涉及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可能是反对习近平的另一派干的。 在水义方说,不排除涉及政治斗争习近平,不是真的现在就要跟美国掰了。 出现这样的事情,对习近平是很不利的这个事情,可能会与习近平政敌有关系。 当今中美贸易战前夕,习近平没有动机用这种不入流的方式,向川普挑衅,调查人员推测了几个可能原因。 美联社访问十多位,了解调查古巴内情的美国官员,得知调查人员推测了几个可能原因包括声波攻击,电磁武器,监听设备瑕疵等。 不过每一个都只能解释部分案情,没有一个能解释一切先说声波攻击有些,受害人什么都没听到却有了症状。 所以调查人员想到两种可能,太低而听不到的超低频音和太高,而听不见的超音波超低频音感觉像震动,而且会刺激耳朵负责平衡感的前停系统细胞,导致晕眩符合受害者的描述。 不过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超低频音停止后,还能导致长期的损害,而且超低频音的声波会四处跑。 很难只对准美国外交人员,高强度超音波确实能破坏人体组织,但要造成破坏发出超音波的装置,必须离人体很近。 但迄今没有一个受害者看到附近有怪异的装置,此外不论超低频音或超音波,都无法解释一些受害者的脑震荡。 至于电磁武器发出的电磁波很容易瞄准特定对象,而且能穿墙可以从远方发射。 不过电磁波伤害人体,通常是因为给人体组织加热外交人员,却都没提到着热感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感谢观看